阿宇牛肉刷刷鍋 阿宇牛肉刷刷鍋 台南超人氣、超有名 而且要排很久的牛肉刷刷鍋名店 來台南很多次 阿宇的牛肉刷刷鍋 基本上在我的口袋名單 大概放了七年左右吧 那今天終於如願以償了 那我們一下高鐵就直接衝了 然後我們還是等了一個多小時左右啦 這時間算OK 然後我們第一天吃的時候 因為實在覺得太驚人了 但是它一共只有十種肉 當天只賣到剩下三種而已 所以我們決定第二天再衝一次 然後我個人是非常愛睡覺 都睡過中午的 事實上我願意為了阿宇牛肉 犧牲我的睡眠再衝一次 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那其實我在網路上也有看到有人說 阿宇牛肉事實上沒有很乾淨 那我個人覺得說其實台南的老店其實都這樣子啦 那乾不乾淨的話就見仁見智了 但是為了它的美味 那我吃了沒事 那我就覺得各位可以接受了 那能不能接受就看你了 在溫體牛的部分呢 一共有十種部位 牛一共有十種部位 那那個店家會隨機的幫你配 因為並不是十種部位都有 像我們第一天只吃到三種肉 因為我們太晚去了 那第二天我們才吃到比較多 一共吃到七種肉 所以其實我們事實上十種肉都吃到了 那再來呢 事實上會有一些非生牛肉的部分 像什麼烤牛舌啦 牛髓啦 然後什麼醉牛腱啦 那我個人是覺得 只有那個 牛髓的部分 很厲害很好吃 因為它有加麻油 那其他我覺得牛腱啦 什麼牛腩 我覺得都還好 因為牛腩我覺得太腥了 那個牛肉味太腥沒有很喜歡 那就是看個人囉 那我下次去吃的話 可能我只會點生牛肉而已 再來就是最大的重點 就是這鍋湯啦 這鍋湯真的很棒很美味 事實上我就是為了這鍋湯來了 我自己就喝了好幾碗 又鮮又甜又濃郁又有層次 那其實關於這鍋湯呢 有另外一個問題是 有人說他當場看到 你用有員工 加了很多很多的粉 到那個大鍋子裡面去 他們就覺得這是一個味精 就覺得這個店家怎麼會這樣子 那事實上呢 我去看了一下 那個Google Mail的評論 沒錯 有人也看到 他加了大把大把的粉進去 他們也覺得那是味精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呢 其實是應該要 以你自己吃到 以你的舌頭為主才對啊 怎麼會是看到 他加什麼是什麼呢 那當然呢 我也做了一個求證 我直接問了他的店員 跟老闆娘 對 沒錯 我問了兩次 他們都說那個東西不是味精 他們自己特調的調味粉 那當然裡面是什麼 他一定不會跟你說的 那我覺得說這個東西的話 就是以你自己為主了 那我自己吃起來是沒什麼 沒有什麼味精的感覺 而且那個湯真的太棒了 好啦 再來講算溫體牛肉 方法有兩種 一種是直接用他的網子 然後把生牛肉丟到鍋子裡面去算 三秒鐘拿起來 第二種呢 就是把生牛肉放在碗裡面 然後用滾的湯直接淋下去 讓牛肉熟掉 就像一般我們在外面吃那個 牛肉湯的吃法是一樣的 那我個人呢 其實是比較喜歡第二種 因為第二種的話呢 是比較不會過熟 也是牛肉太老的情形 那就把這塊肉就浪費掉了 所以我大部分都是用 第二種方法 跟我們在外面喝牛肉湯一樣 好啦 那最後 我一定要說 那個阿玉牛肉刷刷鍋 真的是我 有此生以來吃過 讓我最經驗最經驗的牛肉湯 和牛肉刷刷鍋 我寧願犧牲睡眠 我這麼愛睡覺的人 都寧願犧牲睡眠 再跑一次了 我下次來台南 我肯定會再去的 好啦 那至於衛生跟衛巾的部分 就看大家的接受度囉 我自己是非常非常OK的 就這樣啦 阿玉牛肉很讚 掰掰